杨花长 杨花长 刘先生 刘先生 请你告诉我 上次给你的神仙水 有效果吗 效果是有 就是他们用错地方了 什么 你给你妈妈用来 你这么做太过分了 那种药是年轻的下挡 像夏娃求爱用的 你这么做实在是 一种浪费先生 不是他妈的 是我妈的 不是 也不对 是 我跟你这个杨和尚 我说不清楚 我来啊 就是想问问 上次给我那个神仙水 还有没有 再给我一点 刘先生 天上不会叼下 鲜饼你也不能终持免费的乌产 你得拿钱来 我们公平交易 拿钱来 我们公平交易 要钱呢 多少钱一片啊 十块大洋 十块钱 你疯了 你这不是打劫吗 十块钱 都可以买一个黄花大闺女了 你也太狠了吧 我不是土匪 对 我不会打劫 我只是想和你公平交易 你买 我卖 大家心甘情乱 那既然咱们是朋友 五块吗你 既然是朋友 八块 六块 七块五 挺会讲价啊 七块四 七块四 不卖我走了 好好好 好 七块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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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言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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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先生 怎么只有七块呢 刘先生 四舍五入你不懂啊 你就是在玩文字游戏 你这样做不正义 这就叫入香随俗 你放心吧 杨和尚 我会经常照顾你生意的 妈 白白 刘先生 这个刘先生太狡猾了 绝不是一只好鸟 二当家 大家光临哪 你让我这个窝 放光 放光了 不懂就别瞎说 这叫蓬碧生辉 你急急忙忙找我来 有什么事啊 不要着急嘛 怎么先入席 别喝 别说撒 少来这套 吃人嘴软 拿人手短 你到底什么事 说来听听 二郎家大 我想入圈 入圈 请您成去 怪了 以前想让这十里八寨 踩完入圈的 就像我们挖他们祖坟似的 哭天喊地的 像你这一样摆酒席 急着想入圈的 还真不多见 为什么呀 不受人欺负呀 那个叔叔这的菩提流啊 狂得很 我就看他不顺眼 但是我又搞不过他 我这么一想 如果我入了圈 我看他还敢不敢再欺负我 菩提流 又是这个菩提流 这小子是软婴不痴啊 不过你放心 你要是入了我的圈 就是我的兄弟了 他是再欺负你 就是我的事了 那二郎家 你是同意我入圈了 同意了 这规矩你懂吗 懂懂懂 臭婆娘 快拿来去啊 快点 来了来了 二郎家 这是入圈费 请您收下 来 二郎家 来 二郎家 坐坐坐坐 好好好 我先敬你一杯 来来来来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好 二郎家 你说像我这种人才 什么时候能够 混个大哥当的 大哥 那要看你有本事没本事了 没本事也行 再交三十块大洋 你就可以当大哥了 三十块啊 我这屋里还没那么多现大洋呢 不过 我有个好东西 我拿给你看看 好东西 那快拿来看看 你看 来来来来来 你看你看 看羊子 八成心 不错不错 以后你带着他入圈 你就能当大哥了 我再给你配上几个随从跟着你 以后咱们就是同生共死的兄弟了 对对对兄弟 有饭同吃 有一同春 有婆娘 同享啊 扶着看嘛 良好东西呀 胡说八咱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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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妹子 铃桃哥 进屋喝茶 喝你个头啊 我问你 普弟流去哪儿了 你别这么凶嘛 有什么事你说啊 我是还拆你们家房子的 为什么拆我们家房子呀 你别钻风卖傻了 你们家那粮木就是偷我们家的 别以为我普明桃好欺负 铃桃哥 这十里八寨的人谁都知道 偷粮木嘛 就是为了图个吉利 谁家的粮木不是偷的呀 我们又不是故意跟你过意不去 你何必这么计较呢 我今天我就是要计较了 我就是看不惯普弟流那副德行 像个发青的骚公鸡 这事啊 你跟我说不着 等我哥回来 你跟他说吧 我还真没时间等 弟兄们 踹房子 我看谁敢 你打呀 打呀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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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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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没事吧 没事 回屋去 干什么呀 拆你的房 卸你的粮 冰涛长本事了 这种话也敢说出口 你不要拆不了我们家的房子 自己的腿脚反倒被我给卸掉了 吴地雷 你信不信 我一散打死你 你敢杀人哪 你就不怕犯王法 王法 老子是杨白狼的人 天王老子都管不了 你不服也不行 原来你采完入圈当了土匪了 怪不得是不凶 但你的主子没有告诉你吗 我朴地雷不好啃子 弄不好你的上下牙 都会丢在这儿信吗 你死到临头 你还那么狂 吴明涛 当土匪没有前途 你就不怕别人 背后戳你的脊梁骨 就不怕别人骂你的祖宗 今后你的婆娘和两个孩子 怎么做人 你想过没有 你 你少啰嗦 让开 我去 兴堂 我偷了你的粮母 如果你不高兴的话 我可以不给你钱 开个价吧 多少钱我都不要 我就要回我们家那棵春树 真没有商量 除非啊 那河水倒着流 攻击下崽 那好吧 开枪吧 你以为我不敢啊 我数一二三 你再不让开 我真开枪了 我替你数 一 二 三 开枪啊 哈仔 保险都没有打开啊 子弹怎么上膛 枪怎么响 就你这两下子 还敢杀人 算你狠 我 我又认栽了 所以你怎么办吧 傅明涛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当了土匪 就可以耀武扬威了 你真是人有多大脸 就敢欠多大眼的你 我劝你迷途知返 不要再当土匪了 做一些祸害乡民的事情 我就告诉你一句话 记住了 当土匪 迟早不得好死 滚 拿到 其优先 我们俩 因为我都不丢了 是 保险的 你猜 我们俩 那手 我帝主 你 你摸熟了 以后让我再看你干一些 伤天害理的事情 以后我就用这把枪 打死你 真棒 小心 哥 你真行 我们家 不但白淘淘一根上好的梁梦 现在又得一颗好枪 这不是什么好事 傅明涛这个人心胸狭窄 好意五郎 现在又和土匪缴在了一起 早晚会出事的 这小媳妇都漂亮了 好像是铜木寨的李广木 拦下来 慢慢 慢慢 走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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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回来 你看这 这天都快黑了 你一个人走 不怕 拐个弯子到家了 没什么好怕的 你不怕 前面有鬼啊 这大白天的 能怕点什么鬼啊 没准 没准是 色鬼啊 你胡说 你们让开 往回家了 你急什么呀 我们知道你是寡妇 家里又没男人等着你 守着空床 多没意思 不如陪我们哥几个 玩玩吧 好不好 好 刘邦 我晓得你们是 曾来债的土匪 我们同步债交过保护费的 交过保护费了 那就对了呀 那就是一家人了嘛 肥水不流外人田哪 你这么年轻就手寡了 还不熬成了一堆干柴呀 我们 我们就是烈火呀 烈火点干柴 正合适啊 来吧 对马可 你们就不怕 上雷公匹吗 赤胆包天 还放开雷公啊 你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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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啊 你们那把土匪 天下的土匪 放开我 半仙半仙 别忙别忙 帮我也看看香子 今天没空 要赶过去破一个天机 时辰耽误不得 耽误不得 下次也帮我看看呗 半仙 听说你有神仙水 什么时候也给我弄一碗 沾沾咸气色 弄弄弄 你就知道弄 那是球来的 球 你对老天爷心不成 你球也白球 有什么时候 老吴 埃 一属天机 有端 余 这 Simple 哪 否 侍 有钱 你歇会儿 没事 就这点了 马上批完了 李大 阿姨 累了吧 不累 刘半仙偷窥的这一对男女 女人名义上是男人的嫂子 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她的婆娘 因为这个女人去年少了寡 这在此有个规矩 肥水不留外人田 往往是哥哥死了 婆娘留给弟弟用 或者是弟弟死了 婆娘留给哥哥用 这叫做田房 因为同在屋檐下 按祖宗的规矩要守五年校 才能公开关系 刘半仙知道安叔在田房的规矩 所以她今天也要田一次房了 到了 到了 就是这儿 你是 站在我面前的 可是男人上了奈何桥的杨家婆娘啊 有什么事吗 大事 大事啊 快快将手拿过来我看看 我帮你算算 您这是 是 错了错了 男左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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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有光 师父 您这儿都看半天了 这儿都看了 是 一 ll 你看你 他收费吗 有养的 哥 哥 我蒙你 蜜 我讲得对不对的 这过去是对了 就不晓得以后怎么样了 你是想问以后的姻缘吧 你现在屋头还有什么人呢 有舅舅 阿嬷 还有 小叔子 以后好是好 但是你要想再嫁 忠诚善果的话 很难哪 怎么个难发的 你看啊 你这命令还有一道大坎啊 要是能过这道大坎 就会有转机 师父 您能说清楚点吗 你这个命令呀 还要克死一个男人嘞 什么 咪雅 这命运命运 既有命也有运哪 这命归老天爷管 运哪 还是有办法的嘞 师父 有法子改吗 办法倒是有 但是有为天意呀 这要改了 那要遭天谴的呀 大仙 求求您了 您就帮帮我吧 咪雅 咪雅 看你年纪轻轻就守寡 也不容易 行 我留半仙豁出去了 在屋头跟你设谈 画一碗神仙水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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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雅 来 咪雅 来 咪雅 把这碗神仙水喝下去之后 马上回到自己的房间 我这就去给你降妖出没 切记啊 喝完之后马上过来 然后再走 明儿 阿贺等着你了 师傅 你这是干什么 喝了 喝了 那还等什么呀 你干什么 年轻力壮不足 到老了下去了就不愿意 放手 你放手 你们硬的我们 你放手 咱俩人做一会神仙 你自己放手我叫人呢 救命啊 救命啊 来人喽 救命啊 刘半仙 快睁开你这双天眼看看吧 看一看 今天我们大伙也算是开了眼了 对不对 你们敢对我这样 你们知道吗 我可不是凡夫俗子 你们这样的话 老天爷会把你们劈死的 快把我放了 你不是凡夫俗子 那也就是说 肯定这刀枪都不入了 对吧 肯娘子 把刀拿过去 试试咱们的刀快不快 好 好汉饶命 好汉饶命 我不是什么好汉 我是这儿的保长 是普比他叫我来讲理来了 说吧 这碗神仙水里面 放的是什么东西 倒体是从哪儿弄来的 划来的 干什么用 替人消灾啊 替人消灾 刘半仙 你这个没皮没脸 没羞没臊的东西 今天也用这碗水替你消消灾 拿过去 怎么不喝呀 喝呀 你不说这是消灾水吗 你不说这是消灾水吗 怎么有空到小四一游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为了剿灭土匪 先抚派兵过来了 往那乡里住不下 想讨饶贵司几天 佛门禁地 是接受善男性律烧香拜佛之处 岂能容下无刀弄枪之人 还是宁寻家畜吧 这位长老啊 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我说你这个和尚 怎么连个世俗的道理都不懂啊 如果这匪患不除 你这个佛门禁地 早晚有一天 就会成为那帮土匪的潮雪 面对那帮烧杀抢掠 为非作歹 不讲天理的祖匪 这世上哪里还有什么禁地啊 长老 你是出世之人 你要管下陆氏之事啊 为了剿灭土匪保一方平安 谢抚派兵过来了 他们是四处征战不容易啊 你呀 就腾个地方 让他们好好休息 好好休息吧 这么多官兵拿着刀枪 惊扰了菩萨 可是罪过 不可 万万不可 你 奶奶的 你看清楚了 这把刀可不是杀鸡的 是专门砍脑壳的 我这个人脾气不好啊 这一生气 这手一抖 说不定你的脑壳 咔嚓一声就掉地了 施主有话好好说 老衲大应就失 阿弥陀佛 长老啊 这就对了嘛 我是个军人 杀生未必不相复啊 不要醉了 来 长老 多谢多谢 碰上我的凶罗汉啊 算这和尚倒的没啊 那是那是 这外星平时这么能说回到的 今天怎么了 说不出话来了 这碗神仙水里面放的 到底是什么东西 不说是吧 那行 拿个钢钱过来 今天啊就是把他的门牙撬开 要把这碗水让他喝光了 哎 我说我说我说 我说 那是我在松桃县的洋教堂里边 跟洋教士要的 其实是一种春药 是那些洋教士 专门用来弥奸中国妇女的 真可恶 人家可恶啊 你问问大家 你又算什么东西 真不是个东西 真不是东西 对了 都是煮在一锅里的玩意儿 一个味儿 我也冤哪 谁知道那洋教士卖的是假药 没用哪 你还好意思说呀 什么假药啊 是人家洋寡妇根本就没有喝 洋寡妇平时爱干净 一看见碗里有黑不垃圾的东西 就觉得恶心 想着啊 等那个脏东西沉下去以后再喝 明白了吧 她没喝呀 我说呢 哪个女人喝了那玩意儿 她会不想那事儿啊 那杨果佛爷太会演戏了吧 大家一会儿都听见了吧 刘崴家 幸好人家没喝呀 幸好人家没喝呀 要不然的话 可就随了你这狗东西的愿了 刘半仙 你光天化日之下 入室仙仪妇女 如果我把你送到湘公所 你说姚大胡子会怎么治你 别把我送到湘公所 千万别把我交给那个姚大胡子 真的 你有什么条件 我依了你塞 不是我有什么条件 是人家找你算账 昆仁德 说吧 这笔账 应该怎么算 那 你有什么山头 离我们这个寨子近一点的 没有 没有 不说实话是吧 神仙水 那个 那个山后有五母水田 那行吧 就把五母水田押给你 好不好 贫德兄弟 这五母水田多了点吧 我就这点田你也知道的 再说了 我跟你嫂子真的没事 我连她一根毛都没碰下来 她又是个寡妇 不值钱哪 你说人家寡妇不值钱 是吧 那我问问你 你裤装里那东西 值不值钱 当然值钱 我还没讨婆娘 当然值钱 那如果我把你押到姚大胡子那儿 你这东西还有用啊 哪儿犯事 那就搁哪儿 那这玩意儿搁了 那是没用了 那男人不就靠这点东西快活吗 这样能算清楚就行 别啰嗦了 把五母水田押给人家 贫德兄弟 花牙 我衣服呢 你还有脸要衣服啊 你还有脸要衣服啊 刘板仙 你也算是一个读过书的人 但是读书人的脸都被你给丢见了 喝 兵荒马乱 民不聊生的 我才不想装得像衣冠处置的君子那样 太累 太累是吧 那你就光着吧 永远光着 记住了 一个人 如果连基本的礼仪廉耻都没有了 迟早是要遭报 还不快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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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滚 滚 滚 快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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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 快滚 快滚 刘板仙 快滚 第二々 报告 同屋战家来人了 还抬了一具女人的尸体 说要找大当家的评理 反了 敢跑这儿来闹事 都把他们哄走 不走的话都打跑 是 等等 大哥 今天这个事啊 真有点蹊跷 同屋债的张老根 我认识啊 心情温和 平常也不惹是生非的 而且同屋债啊 又是最早采完入圈的债子 他今天会来 一定是真的出了什么大事了 要不然呢 他不敢带头闹事的 大哥 容我先去盘问一下 学哥 是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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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妹 自宋朝以来 这边城的匪患 就他娘的从来没断过 把这片好好的土地 弄得生灵除炭 民不聊生 我们做军人的 拿着国家的奉务 就有义务保一方平安 匪患不除 别不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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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队长 我代表松河湘 六碗多富老乡亲 感谢你 这碗酒为你壮行 希望你们秦开得胜 早日剿灭土匪 还百姓一方敬口 谢了 好 出法 出发 小王 撤 小王 走 张哥 我杨白狼对手下管教无方 竟让手下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让我杨白狼蒙受背信其义的恶名 张哥 你放心 我一定会查出一个水落石竹 还铜木寨一个公道 大当家的不要过于自责 林子大了 什么样的鸟都有 自从大当家的到这儿 岑栏山安营扎寨以后 外面的土匪不敢再轻易冒犯 我们铜木寨 方圆集市里的乡亲们 倒也过得安生 起码是性命无忧了 可是现在居然发生这样的事情 把一个清清白白的寡妇给糟蹋了 逼得这婆娘上吊自杀了 我们希望大当家的 能够早日查出这个害群之马 还我铜木寨一个公道 张老阁 你放心 我一定查 如果查不出来是谁干的 我杨白朗多一只手 向铜木寨谢罪 好 去吧 好 大哥 大哥 已经查清楚了 是前不久 刚入圈的捕名掏干的 人已经绑住了 大哥 你看怎么处置了 哪那么多废话 把人带上来 带上来 走 走 走 干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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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我做错什么了 你死到零头了 还装什么算 我投奔大哥时间不长 如果换了规矩的话 你打我 骂我 我都心甘情愿 你 你就别生气了 老子不是生气 我想看人 说 大哥饶命啊 我 我做错什么了 我就是死 我也不能做个糊涂鬼啊 土木寨的女的 什么力量的 女的 说 说什么女的呀 坐 你们是怎么受了 普明涛的指使 祸害土木寨的婆娘的 老子 说 什么事你干的 大哥 是我干的 大哥饶命 大哥 大哥饶命啊 饶命啊 混蛋 来人 把那空子脱了 把懒子割掉 滚在皇上喂马儿 大哥 饶魏大哥 你不能这样 我吓得不敢了 不敢啊 帅哥 人 已经查出来了 按照规矩 这种人得搁了懒子 捆到后山上喂马皇 是你亲自动手呢 还是我请人代劳 杀人不过头点地 他当家围想把他逼了就是了 何必这么折磨他呢 一枪毙了他 那就太便宜他了 我这是杀一敬拜 告诉我这帮弟兄们 什么是江湖的规矩 欺男霸女 吃里扒外 离心离德 这种人绝不能侵扰 谁要敢在老子吃饭的地方拉屎 那就是自取灭亡 大当家 饶命啊 将军 饶 饶命 饶 饶命 饶 饶命 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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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当家 饶命啊 饶命啊 那老哥 这些人员 就麻烦你转交给婆娘家家的人 买一口好棺材 把他给葬了吧 剩下的就交给他们家的公婆 养老吧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我今天再说一遍 要狠 你们你们去外边狠 兔子不吃窝边草 神鹰不打脚下石